雖然也很延遭新以充農會的文藥網工廠 也確定因應政府進行來講庭休息一段時間 即使看到文藥網工廠的產品 欠舊消息的機會 就連向來很多農民的農產品也因此消費出去 讓農民都是很歡樂 因此也好有社會的台中可以利用網路 他們就是電流來採賣 來幫助新以充農民 其實雷雷不罵你掛罵手頂 農民卻沒辦法感到高興 翁妮都是怕不夠賣 今年也很嚴重 全國三個境界 信證農民是變成煩惱農產品 買不出去 黃金梨它就是 如果是像這樣稍微黃黃綠綠的 它就是有一點酸 它就酸酸甜甜的 如果要更好吃就是要等它軟了 黃軟了 越軟它越甜 一群個部署說不可以穿去 所以很多人都沒過來 所以我的採果就沒辦法繼續辦下去 所以我現在還有一個用訂購的方式 就是說大家如果想要吃我們的黃金梨 可以用訂購 信證農會經營的文藥瓶工廠 也在這禮拜開始暫時關門 沒有對外電視 但優惠黨在網路頂過文藥瓶工廠的產品 對出信證農會好有社會帶重 可以透過網路跟電話 來繼續向信證農民告白有這類各行訴告 那就是配合我們政府的政策 我們也鼓勵我們的消費者 就是盡量不要移動 那大家家裡也可以幫助農民 我們網站裡面非常多的一些美食產品 也可以用訂購的方式 我們用宅配的方式 非常的方便 這樣子也可以幫助我們農民 那直接到我們的官網 或者是來電話詢問要怎麼訂購 我們有非常優惠的一些措施 受到疫情影響 很多農民適起環遊的消費官都 買不出去了 對連無藥瓶工廠都因此暫時關於平衡庫 因此信證農會希望有需要鄉親 不讓透過網路跟電話來幫助農民 支持信證農的農地產品 記者記不記得觀察不見